你現在跟大嫂 現在可是老夫老妻了啦 還是會有那方面的生活嗎 那方面當然也是有啦 不過還有啦 但是就是說我老婆她還會 考慮我的就是狀況啦 兩次樓高摔下嫌半身不遂 65歲高群近況曝光很幸福 65歲之生一人高群 與小20歲的老婆結婚29年 想當初兩人想結婚 還被眾人跨歲 就是說我們搞不好結婚三個月 就離婚了 結果我們快30年了 那你覺得秘訣是什麼 維持婚禮的秘訣 好 這一點就是重點 第一個 夫妻 凡事 站在對方的立場下 雙親比心 對對 第二個 什麼事情你都想 對方好的 不要去想他的壞的 今天他會想花脾氣幹嘛 很壞幹嘛 你要想說 他以前好的地方很多啊 你現在的大嫂 現在不是老夫老妻了啦 還是會有那方面的生活嗎 那方面當然也是有啦 不過喔 還有 還有啦 但是就是說我老婆她也會 考慮我的狀況啦 如果這樣很忙的話 她也不會吵我啦 了解 所以OK OK啦 我們兩個都很能夠配合的啦 所以她也會盯你的健康狀況 會 這一點就是 是嘛 尤其那陣子我有沒有 去拍片 你跌倒那陣子 沒有她的話 搞不好我早就做倫椅了 就是很嚴重啊 非常嚴重 你看 從差不多將那二樓的地方跳下來 在李一潭嘛 前面是有下過椅 有青苔啊 啊 跳下來 整個假童鼠滑下去 躺下去 差不多十分鐘 下半步完全沒有吃結啦 還好老天眷顧高大哥積極復健 外加保健食品 與老婆細心照顧 康復後完全沒有後遺症 還中頂玉山 我這場意外也讓她 學會把握當下 也要對自己好一點 你看這樣 不是我愛慕希隆 我的義務大部分都是棄兒 以前我上台北的時候 那時候打拚很辛苦啊 好像油敏一樣 就去那個排油公司繞一繞 那時候還沒有找到車 欸 繞了嗎 那時候我上台北的時候 就去那個排油公司繞一繞 欸 然後到汽油那個專櫃啊 我就特別有被我吸引力啊 那衣服怎麼那麼好看 那麼漂亮 一看那個價錢 哇 都那麼貴 我說好 有燒一日喔 以後我賺錢喔 我的衣服一定要穿汽油的 結果呢 還是買不下去 當季的都一萬塊起跳了 最少的還要七八千啦 後來呢 什麼時候才開始穿你知道嗎 就是我跟你講的 從那個摔下來 差一點做倫理 差一點半生不隨 我老婆說 老公 你該買了啦 你再差一點就沒有辦法穿到 好 我不配你 一次買了二十幾件 用刷的 長袖短袖加上那個外套 全部買 一次給他買個爽啊 活在當下 對啊 有跟老婆有聊過 譬如說阿姨以後誰先走 還是什麼的這種的 都留給他 還是什麼這種的這種的 有有有有 這個有 我知道我一定會先走啦 為什麼我當他二十歲 不可能吧 是 對不對 對 我們沒關係 過一天 快樂一天 天天開心一樣 每天都開心 當然了 我都一定留給他 對 我說真的啦 我看到菜頭 我看到神聰永他們走了 他們前面也是用樹杖幹嘛 對 後來我想一想 不行 我這樣辛苦了一大半輩子 我說 至少 沒有辦法像豬哥娘那樣 弄那麼大 至少我弄的時候 有一個杯幹嘛 後備他們 我孩子他們 要來拜都無所謂 至少我花一點錢 在我自己身上